非常先進的一位先行者 今天晚上沒有到 蔡博士沒有到 今天是他的團隊 由鄧婉婷 陳嘉敏 兩位同學 來提出他們對於共振音樂 音樂療法的臨床的一些心得 歡迎鄧婉婷 你們需要用電腦嗎 要用電腦 對 你們需要用電腦嗎 要用電腦 要用電腦 這東西是買的 買的 拿一套 這是誰 買的 這是誰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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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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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時間呢 跟大家在一起相互的交流之下 發現了說這個領域非常的廣 非常的浩瀚 但是學過一段時間後 本來剛開始非常有興趣 但學到後面會產生一個問題是 有一點點亂掉了 就是覺得好像都很有道理 可是呢 一旦要去做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有一點點不知從何著手 或者說會有一些迷惑 所以我今天來的目的呢 不是跟大家來說什麼 而是想要來學什麼 原因就是說想要提出一些概念 在座都是先進 我希望從各位身上可以學到一點這些答案 我們今天在講身心靈 這個主題呢 所以我今天講的這個內容 就不會以一般醫學的方式來講 就是我們可能還是很多這個 醫學的常識 我可能不會講太多 那麼可是呢 我會講到一個部分就是說 到底呢 我們先講身心靈 那麼身心靈是指誰的身心靈 那麼我們再講 一開始一定會說 我的身心靈 那麼身心靈的話呢 我們就講我的 那我等指我的身體 我的心 我的靈 對我們一般就是這樣來定義 所以一開始我想要先來定義一下 就是我們一開始就要討論之前呢 我們的目標在哪裡 我們的這個想要討論的這個範圍在哪裡 一旦沒有把這個定義清楚呢 大家會有很多的這個困惑 這就是我當初的困惑 但是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說 後來我找到一個方法 就把這個困惑好像比較有一點點調理 那一開始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下一章 就是呢 我一直覺得說 這個字呢 很有趣 很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說 欸 我發現很多地方都會出現這個字 可能這輩子 我們會出現最多的字 是這個字 對不對 就是說 我 那提到這個我呢 大家馬上就會開始 很快 剛才我們楊皓老師也講過很多 這個大腦就開始運作了 你的運作就開始整個 當然我們現在包括 提到我呢 大家會覺得說 嗯 我是誰 我是什麼 那當然呢 如果我用這個例子來講說 我叫蕭順基 我身高183 我是中 台灣人 對不對 開始了自我介紹 可是你想想看啊 欸 欸 我如果講了兩個小時 我是要玩 這個就是我嗎 大家覺得 我就是這一個身體 我就是這一個身份嗎 大家覺得是不是 是嗎 是 會講完就是我嗎 那同樣 同名同姓的 會一樣183公分 一樣是台灣人 所有條件跟我講的一模一樣 那個就是我嗎 而且呢 現在我講完了 下一秒鐘有沒有改變 有 大家知道 欸 細胞不是會死 對不對 那什麼都可以變 所以呢 我後來就想到說 那個我到底是什麼 所以 就在講 呃 這個 後來我發現 只要分兩個就好了 以後再講我呢 我建議大家 因為我把這個弄完了 就開始 你不要講我 講我的 好了 我的 身體 是怎麼樣 我開始講 我的名字 是什麼 對不對 我的身份是什麼 好我們現在來談 原因在哪裡 我發現呢 就是 呃 這個部分呢 就是開始我們混淆的部分 這也是我發現說 現在 社會啊 政治啊 家庭 甚至現在醫學 我們可能今天大家聽了一整天 或者 我也常常聽課 聽了所有課程 甚至醫學院七年 讀完以後 你會發現 欸 每個人講的可能不一樣 或者我們有生病 就看個醫生 你看五個醫生 我敢保證 絕對開五種不同的處方 或者方法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 大家很困惑的地方是 到底我要選擇什麼 後來我覺得 只要把它分開就好了 一個就是形式 一個就是什麼 內談 可是我們通常呢 都會比較容易去討論形式 比較少去討論 內談 就是說 欸 我們就說 趕快 趕快把我的身體怎麼改變 這個病怎麼弄好 或者說 就像喝水一樣 待會兒我們大家喝水 可是呢 大家就會去找不同的杯子 現在有保溫杯 有玻璃杯 有紙杯 我們就會討論說 哪一個杯子比較好 可是呢 其實重點就是喝裡面的什麼 水 可是 久了以後我們會 只是在一直思考 要哪一種杯子比較好 花太多時間 那現在就是說 在內涵的部分呢 我們比較少去探討 就是說 到底呢 為什麼我們要把這個身體用好 為什麼 就剛剛楊皓老師說的 我們為什麼要出生 為什麼要 一定要把所有的東西 為什麼要結婚 為什麼要生小孩 很多我們都沒有問為什麼 但是一旦發生問題了 我們就趕快要找很多的這個方式 去改變它 那這也是醫學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都沒有去找原因 一直呢 想要改變結果 所以呢 當你從這些枝葉去調整的時候呢 很容易大家用的方法不同的時候 就會產生剛剛講的 大家用的形式就會不一樣 包括宗教 宗教的部分呢 不斷地去探討 後來發現呢 所有的宗教呢 它也是在講同樣的東西 可是呢 大家會覺得都不一樣 原因是你用形式去看它 而不是用內涵去看它 但是內涵就跟剛剛我說的 我是誰 比如說 我就開始介紹我自己 不管我寫了十本書的傳記 它可不可以代表全部的我 沒辦法 對不對 跟台灣一樣 我們怎麼形容台灣 有一個台灣專家講的 報導了這個一系列的台灣 請問講完你認為說 這個就是台灣嗎 它沒辦法講清楚 所以呢 內涵它是沒辦法講的 所以我常常看到什麼經典啊 還有什麼 都說不可說 道可道 什麼 非常道 對 就是你可以講的就不是了 你一講就不是了 就是 我是誰 我一講他講 我是某某 我一講就不是我了 它只是一小部分的我 這我發現說它的問題在這裡 就是內涵問題 內涵呢 我發現呢 只有兩種特性 就是呢 把它切兩邊 就是一個是左邊 一個是右邊 那這個呢 大家看它就是非常極端的 一個是永恆的 一種是壽命 這兩種特性呢 如果我們來套在一個地方 就是說 你看 無所不能 無條件 不便 無形無相 它是整體的 它是絕對的 它是看不到的 那一種呢 是什麼 它是呢 有一定的時間性 有一定的空間性 有一定的作用 有一定的這個 什麼樣的客觀條件 它才能去用 所以左右兩邊 如果我們把它用在剛剛這個字 我發現那個字很好玩 就是這個我字 你看 假設呢 我問大家 請問你是在左邊還是右邊 請問是在 你覺得你是右邊的請舉手 我是在右邊的請舉手 好 謝謝請問 請問我是在左邊的請舉手 哇 都有 可是舉右邊的人覺得說 請放下線 請問你是什麼東西啊 你怎麼可能是在什麼 左邊 左邊叫做什麼 無所不能 對不對 無所不在 永恆的 怎麼可能呢 沒有錯 它會質疑是對的 因為它認為的你就是 你現在坐在這裡的你嘛 請問剛剛講的 那是不是你 那是不是我 那叫做我的什麼 我的身體 對 我的身體 或者我的形象 剛剛講的 它只是我的形式 但是我的內涵 有沒有可能是左邊 有沒有可能我們來探討一下 所以我後來發現 這些經典 我上次說 為什麼佛陀他要講 天上 地下 有沒有 對 還有呢 音書他會說 我 就是真理 我 就是道路 我 就是 生命 我發現喔 還有呢 這個 I am 那叫什麼 I am 就是說他 我就是我 他沒有辦法什麼 就講完了 這個就是在講說 有一種特性呢 它是一種 當然呢 我們特性這個時候 我們大家就是一體了 整體了 當你認為你是一個身體的時候 我們就是分裂了 就是剛剛楊皓老師說的 兩個 一個是什麼 罪 一個是什麼 和 這邊就是罪 當你呢 我們假設這個房間關起來 這裡只有食物 完全斷絕外對外 接下來要做的是 大家開始要準備什麼 廝殺 對不對 因為我們要存活 但是如果我們是整體的時候 永恆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會和 所以這就是說你的認知是什麼 這是我想要 我的想法 想要跟大家講說 怎麼認定這個我 是在左邊還是右邊 那這是常常修行的問題 就是放在這裡說 我們常常會 修行 他會說 我要出離 出離就是我要 否定這個 我不是這個身體 我不是這個身份 要破 對不對 可是破到最後就發現 不知道到哪裡 那最後變成 這個 反正就 就沒有任何意義 可是呢 欸 但是我們一般世間就是 我就是這邊 我就是這個身體 我就是要越來越有錢 我要越來越健康 我一定要越來越 這個 多房子 開始 可是呢 那一旦你設定你 這個是你的時候呢 你就注定了這輩子苦了 因為你是開始一定會什麼 變化 剛剛講的沉住 壞空 所以你的恐懼就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們選錯的這個我 會影響到你的這個 所以跟這個主題是有關係 其實我們今天可以是同時兩邊都有 就是什麼 你只要換個代名詞就好了 就是我什麼 這是我的 剛剛講的 就是我有 這個 不管是你有什麼 你有小孩 你有兒子 你有妻子 你有家庭 你有房子 你有我是一個講師 都可以 我的身份是什麼 可是這個是你拿來用的 真正的使用者是誰 是在左邊 當我是這個的時候 所以這也是我發現 我的發現說 宗教它不斷的要提醒我們 就是說 不要忘了我們的本來面貌 它的含義 這個內含 只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接下來講的主題 我要定義它就是 我現在講的不是我 也不是每一個人 是在講我的 剛剛楊浩老師說的 我們已經選定了來這個地球 選定了一個身份 就像我們玩RGP 就是電視 電腦遊戲 就是角色扮演 我們選了一個我的 那現在大家來看什麼 看你的使用手冊 所以今天呢 我們去學這麼多醫學 學這麼多養生健康 只是在學這個我們選定的這個角色 這個有機體的操作方式 它的特性 那因為出了問題了 會產生很多的不方便 所以心態是這樣 但是如果呢 現在我覺得很多人信宗教 或者說你現在學醫學 的心態是什麼 就是我要搞好我的這個身體 因為這個身體是我的主人 所以我們現在都顛倒了 這是我心經在講 顛倒夢想 是我們把什麼 身體當作是主人 然後呢 我們虛擬一個神 他是我們的仆人 主啊 神啊 請你幫我把健康弄好 把我的錢弄多 請問誰是主人 誰是仆人 身體是主人 所以我們創了一些神 來當我們的什麼 仆人 然後我們跟他交換 如果呢 你幫我把健康弄好 婚姻弄好 我打金牌給你 不然我找更多信徒來 幫你傳教 是不是條件交換 所以真正的 這個它是無條件的 我們常常講 所以我是覺得那個特性很好玩 所以我們剛好都顛倒了 只要記得 誰是你的主人 誰是你的仆人 誰是使用者 誰是我們要運用 所以我們只是運用這個有機體 這個有機體呢 它呢 我們講 地球的演化 就是從這些原核生物增核 然後變成細菌 變成藍藻 變成不同的植物 變成不同的生物 昆蟲 哺乳類 我們只是其中的一個有機體 就是60兆的細胞組起來的 那有的細胞比較少 我們的細胞比較多 組合方式不同而已嘛 那我們在控制這個有機體 誰是主人 所以我們都是從這顆蛋來的 那這顆蛋呢 慢慢的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對不對 受精卵 組合成我們現在一個有機體 我是覺得 那當然我們現在 我們用電腦用手機 都要學很久 可是很少人去了解我們這個身體的使用手冊 所以今天謝謝嚴博士 找了這麼多專家來告訴大家 當這些細胞一顆一顆組起來 而且非常的奧妙 它呢 一顆細胞可以長成不同的眼睛細胞 骨頭細胞 皮膚細胞 心臟細胞 肝臟細胞 都是同一個細胞 而且呢 長出來還會排列組合 還沒有排錯地方 眼睛不會長在腳底 對不對 所以六十兆 大概一萬個地球的人口那麼多呢 竟然都沒有什麼 弄錯 所以我們是一個非常深 剛剛講的非常精密的一個 這個有機體 所以我們今天所有的探討 實在探討這一些呢 這個有機體 到底呢 它是怎麼運作的 哇 它真的非常聰明 你不要管它啊 剛剛講的嘛 我們不要去管這個細胞怎麼排 它就長出一個嬰兒 那我們不要長出來 你只要給它什麼 輸入 Input 給它吃 對不對 那通氣吸 整個環境 它自己會去調控 像我們現在 不管再怎麼呢 你的體溫幾度 36 對不對 36.5 對不對 然後呢 不管再怎麼熱 也是什麼 你去北極 你去什麼 新疆 四五十度 我去烤箱七八十度 欸 它還是什麼 所以它很厲害 它會去偵測所有東西 那當然我們現在只有物質 今天又講更多的能量 更多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來探討說 到底呢 我們輸入什麼 會改變什麼 所以就是我們今天 要來探討這些主題 就是 但是我個人歸類呢 就是呢 剛剛講這六十丈的細胞 它都在新陳代謝 你輸入 以後呢 它必須要有很多的 所以其實你要健康 我們剛剛講 這麼多的療法 這麼多的 這個 去操作的方式 你只要 大概是這三類 就可以呢 去了解 到底我們的問題 是出在哪裡 第一個 原物料一定要充足嘛 對不對 一旦 這個一分鐘沒有氧氣 這個 我們可能 這個機能運作 就會出問題 它就很多的狀況 這就是 這個所謂的原物料 你怎麼樣去供應它 我們生 這個有機體 它才能夠 去做正常的運作 但是你原物要進去了 它也要輸送嘛 不管是血管輸送 還是呢 這個 細胞兼職 細胞進出 這一些呢 它都有很多醫學上的 當然第一套 就是剛剛講的消化 調控 調控就是剛剛講的 不管是運用呢 這個脊椎 等一下也會去講到 你知道神經壓迫到的 傳導 訊息有問題 它沒辦法調控好 你身體就亂了 不管你吃了再多營養 可能沒有用 因為它調控出了問題 不是原料不足 所以當健康出問題了 可能要去看看 到底是原物料不夠呢 那原物料吃哪一種 那還是輸送的問題 可能血管就阻塞 一旦阻塞了 所謂腦就中風 這個就是 這個循環的問題 那有一些是調控 包括呢 無形的 不管是什麼 能量 還有什麼磁場 這些都是呢 在調控這些部分 你有沒有把它 把它處理好 這是我把它畫版為簡 的一些心得 跟大家來分享 那總而言之 這些細胞呢 本身它自己也在調控 進出呢 這個細胞膜 都是靠這個 它的表面 所以呢 人家研究到 我們的細胞的腦 不是在裡面細胞核 它的腦是在細胞膜上面的 它會長出很多的這些觸角 然後呢 不同的觸角 就可以偵測不同的東西 它就可以呢 改變整個的細胞 長的樣子 所以為什麼一顆瘦精卵呢 它可以長出不同的 它就是有很多的 這個訊息 在跟它溝通 請 就是 命令它 或者它自己去演化 那剛剛講的癌細胞 它可能就是某些訊息 某些營養不夠 或者某些毒素 對它產生狀況 它才會呢 演變成不同的細胞 這些呢 都是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從圍觀 從宏觀 它是一個整體 互相影響的 那 這剛剛講的嘛 我們就算長了60兆細胞 可是每天呢 已經就在死亡 所以呢 去年的你跟現在的 你的身體 可能百分之九十幾 都不一樣了 那可能十年之後 你所有的細胞 幾十年後 你所有細胞 都已經換過了幾百遍了 所以呢 其實我們呢 就是在 怎麼去提供這些 新陳代謝的細胞 正常的運作 及足夠的營養 那今天我要提的就是營養 就是 這是我們覺得現在 在使用這個有機體的時候 比較容易缺乏的一個關鍵 就是 我們都沒有去注意到 比如說呢 在 這個 一百年前呢 這個 很流行的一個叫做 一個疾病 就是他的皮膚很奇怪 一個村莊全部的人呢 就開始長 這些粗糙的皮膚 而且呢 他非常的怕光 很容易灼熱 那 也攻擊性很強 情緒很不穩定 所以吸血鬼呢 就是從這個病的 這個 就是覺得 哇 怎麼會一直 所有的人 他用這個故事 可是後來呢 他們不管 那時候抗生素出來了 那藥出來 不管用什麼膜 都沒有用 結果呢 後來無意見 給他吃了一個東西 就是什麼 糙米 欸 竟然他們病就好 原來 後來這個叫做超皮症 他是缺乏什麼 維生素 B3 菸鹼酸 產生的 所以這就是 後來營養學出來 就發現 原來 某些病就是這樣 那 大家這本書可以去買 就是呢 我們都以為憂鬱 當然自己的影響 也就是說 你一直消耗大量的這些 這個剛剛講的 這個我們大腦運作需要的 這個物質的時候 舊種力產生呢 這個推基素 是讓你好好睡眠的 腎上腺素是讓你 有活力的 但有一些是 血清素是調控的 有些是讓你可以 這個快樂的 腦內麻啡的 那所以說你消耗過多了 你當然就會產生類似憂鬱症 或者不高興 悶悶不樂 可是有時候呢 是因為呢 不一定是你消耗太多 有時候是 你看 要這些我們吃進去的 這些肉類蛋白質 還是這個大豆 吃進去的 你還是需要蓋 維生素C跟胃酸 才能變成不同的 這個氨基酸 不同的氨基酸 你要這些維生素B6 剛剛講的 菸鹼酸 鎂 這一些礦物質維生素 你才能製造 當你少了一個零件 它就不能生產出來 所以後來就直接給它要 給它要久了以後呢 什麼大腦就不會製造了 你就算給它原料它也不會了 所以呢 為什麼建議不要長期吃藥 應該呢 去找出它的原因 補充這些 那加上我們剛剛講的 運作還有磁場 調控好 它產生出來 你自己的主控能力就會回來了 這就是 這些建議之說 剛剛 呂教授 呂英中教授也提到很多 營養方面 這些都是 現在的營養局去統計發現 有這些疾病的人 他呢 其實身體是缺了某些營養素 嚴重的缺乏 就很容易產生這一類的這些 所以這就是我們提倡的就是說 平常的這些 你給它的原料要充足 那加上剛剛講的這些專家的 調控的 把它調控好 尋完好 其實身體的智能 它自己會去修復 我們舉一個現在常講的 心血管疾病就好了 膽固醇呢 是不是大家覺得我要降膽固醇 現在已經發現了 膽固醇高低跟心血管疾病 沒有正向直接關聯 那原因是什麼 後來發現有一個可能性 非常大的可能 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膽固醇 它是在修復這個 我們的這個管壁用的 膽固醇它是所有身體荷爾蒙 包括大腦的原料 所以不能沒有膽固醇 那你吃任何東西 光吃澱粉 光吃蛋白質 光吃這個脂肪 全部都變膽固醇 不是說你吃膽固醇變膽固醇 只有10%的膽固醇是吃進去的 90%是身體自己做的 那麼這些呢 膽固醇為什麼你會變成高膽固醇 其實原因是因為你的管壁 不管你吃糖或自由基太多 你的管壁就開始破裂 破裂的時候呢 最正常的修復是要靠做膠原蛋白 那膠原蛋白要靠維生素C來什麼 製造這個讓它完整的製造 當你呢 維他命C不足的時候 膠原蛋白生產不足的時候呢 它只好用替代材料 叫做膽固醇 那麼運送膽固醇的就是低密度脂肪 脂蛋白 所以我們那個 他們的西醫推論也沒有錯 因為他發現每次呢 只要心血管疾病高的人 去抽他學 低密度脂肪脂蛋白都很高 那他又很容易仰化 就說他是兇手 事實上呢 他就像低密度脂肪是消防車 他是在膽固醇去的 所以他就發現 為什麼每次失火呢 消防車都很多 所以消防車是造成什麼 失火的原因 這就是呢 現在很多醫學 他把什麼 因跟果給顛倒 跟高血壓一樣 為什麼每次高血壓 是因為你的血管硬化才高血壓 那你為什麼不去處理血管硬化 你要處理高血壓 這個我想只是講一個概念 不是在說什麼 只是說 舉這個例子說 你只要 當然這個需要長時間 可是就是因為長時間 大家感覺不出來 就忽略他 吃個藥 就是最快 或者只是裝個支架 但是後面後遺症一直來 所以舉這些例子 只是想提醒大家 注重這個我們給他的原料 因為你已經選定了這個載體 你要好好的用它 我們每天去加個油 你都要去說 我要加九五九二九八 嗯 你要選 那有一天呢 我朋友開車 結果開去了 他開的是汽油車 結果他竟然加什麼 柴油 柴油 你知道什麼後果嗎 他還好他想不到 他就趕快沒有發動 沒有發動拿去用 花幾千塊幾萬塊 油全部不能用 他說一發動要花二十幾萬 全部油管要換掉 你看 汽車這麼粗糟 跟人體比起來 就這麼 請問在座各位 放進你嘴巴的東西 你有想過嗎 所以這就是我們 對我們這一個 我的身體的責任 要把它做好 所以美國早就這個研究 有94%的人的死亡 都是剛開始是營養缺乏 引起一直越來越嚴重 他一直用藥 不管手術什麼 但是最後死亡 可是他是一開始營養 所以這是我建議國家也好 和大家一起來推廣 我們必須要來推廣 先讓這個營養均衡 大家把這個身體的機能固好 相信就可以好 那為什麼營養會缺乏 以前不需要營養學 因為隨便吃都夠 那現在問題是 我們這一百年來 已經把地球用光了 就是破壞到 這一些是礦物質 85% 76% 這是1992年 是二十幾年前的報告 這85%各位注意看 是剩下還是什麼 流失 就是剩下幾% 15% 那這是二十年前 現在剩下多少 可能不到10% 因為我們太會吃了 食物有80% 全部是讓廢掉 大家都吃到飽 吃完了再減肥 好 好 所以這是一個數據 就是 維生素息已經差20倍 所以以前吃一顆 現在吃幾顆 20顆 這是美國那邊做的 所以現在我們用的營養表 是二十幾年前的 政府不敢跟做新的 不然也會吃不完 知道嗎 這些秘密都能講 所以天天有蔬果 效果不太有 大家去查一下 所以現在的營養 input不夠 加上我們 又喜歡烹調 又美食 然後又 其實都是吃進口的 又不新鮮 然後加上消耗 你又要解讀 要消耗更多 我們現在假日不休息 來上課 對不對 每天到12點 日出而做 日出而喜 都沒有 所以你消耗的營養素 就是以前的兩三倍 所以你已經嚴重的不足 這就是剛剛履教授講的 可是問題 我們現在營養也很多 為什麼不高 因為吃的都是合成的 合成不是不對 就跟水就是H2 兩個清一個氧 跟自然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現在合成的抗花血栓 跟橘子裡面的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大家覺得是吃這個就好 因為便宜 那可是問題是為什麼吃下去 產生了什麼問題 這十幾年來所做調查 幾萬人幾十萬人調查 只要有在吃維他命的死亡率 癌症心臟病都比較高 每天吞維他命 一天一顆而已 沒有超過劑量 是服用癌症是服用安慰劑的幾倍 四倍 越吃什麼 那問題是吃進去的結構 是一模一樣的 為什麼會這樣 那餵豬 吃維生素B群 幾怕 第二代百分之百不孕 所以現在生育力降低 我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最後這把紙張用完 那一樣 這些都是做的 但是全部都被隱藏起來 大家可以去買一本書 就是上週出的保健食品 應該知道的事 這些裡面都去講到 就是它會產生問題 而且C明明可以對血管好 怎麼越吃呢 血管越厚 那吃進去根本沒辦法吸收 最後要講的原因 因為維他命C都是石油合成的 這些石油物跟氫化糖合成的 維生素B1是什麼 KOTA 就是煤膠油 就是大家鋪柏油路的 這一些 所以我們要佩服人類的偉大 對不對 它可以把這麼多東西 做成跟食物裡面的結構 一模一樣 我今天講的不是說它不好 一模一樣 可是實際上為什麼不好 不是因為這個是石油做的 是因為它複製錯了 複製什麼 它只有複製一部分 那我們現在吃的鈣 鈣片 你現在各位拿的這個營養品 去看它的成分 這些成分呢 全部都在工業看得到 知道嗎 什麼碳酸鈣啊 氧化鈣啊 硫酸鈣啊 硫酸鈣啊 這些氧化鈣 重點是什麼 現在我們複製食物 複製營養 它只複製這個物質 它沒有複製到整體的結構 它更沒有複製到這些頻率 剛剛講的能量這個部分 所以這是我們東方才有的 整體的系統觀 所以食物它本來 營養素它是整體的 它是一個立體結構 它不能把它拆開 就跟你的心臟頭腦很重要 我只要你的腦把它拿出來 它就沒有用了 這就是我們沒有吃全食物的原因 這是把這些 所以真正的維他命C呢 不是左旋C 是右旋C 是左旋C 右旋C 它是整體的 現在我們科學找到一點點跡象 就是這個 諾貝爾獎 他在1999年也發現 原來食物裡面也好 或者說我們細胞裡面 它就是有一些負責 負責傳遞的GPS 這個傳遞的物質 所以我們不能把食物 跟我們的營養素拆開 因為它就是負責帶到細胞去傳導的 所以說你還是要去吃自然的食物的原因在這裡 最新的 一兩年前出來的諾貝爾獎 他也是講到 這是我剛剛講的 這一些全部都是什麼 剛剛講這個訊號的一個溝通的一個膜 你一定要可能跟鑰匙一樣 它就是要把它對 它才會進到你的細胞 在食物裡面都 因為我們是幾個萬年的演化 那麼今天就講到這邊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去探討我們的生命 要怎麼去使用它 好好的活出我們的生命的價值 謝謝大家 謝謝蕭副理事長精闢的報告 那時間進步了 下面還有四位要報告